四日晚,法甲女足第九轮迎来一场焦点大战,巴黎圣日尔曼女足组合挑战波尔多女足,本场比赛,中国女足球员王双,再次获得了首发的机会,这也是王双代表巴黎女足,主战的第十场比赛。 之前王双一直自指左边峰的位置,此一,巴黎女足主帅在对王双的使用上进行了略微调整,让她改替右边峰,不过左右脚技术均衡的王双很快就适应了新的位置。 比赛进行到第九分钟,王双在进区内用右脚将球以后,晃开了对方球员的防守,随后左脚送出一记传中球,精准的找到了后点的队友抢脱脱,抢脱脱轻松一顶,将提球攻入对方大门,率先帮助客场作战的大巴黎打破僵局。 这一进球,王双扎了大部分的功劳,因为她的精准传中,犹如薄柄围到队友口中。 不得不说,王双在大巴黎的角色,已经连跨为卫柄大师,随后,王双还翘点攻破了对手的大门。 比赛第五十分钟,巴黎女卒获得了一次不错的任意球机会,由脚下技术细腻的王双来主罚,可惜王双的任意球直接打门稍稍偏出,错过了为球队再次建功的机会。 不过王双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已足够出色,此一过后,为巴黎女卒出真实场比赛的王双,已经为球队贡献了三个进球和六个助攻。 她在联赛和欧冠中都表现得非常抢颜,看到王双在加盟大巴黎后,就发挥出世界一流球形的水准,很多球迷都在期待。 中国男足和,时才能出现一个像王双这样的球员,勇敢的选择流洋并闪耀欧洲临赛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现阶段最有可能登陆欧洲临赛的国足球员就是吴磊了。 此前,银超球队、狼队以及土超豪门加拉塔,范雷都先后对吴磊表达了兴趣,不过,吴磊考虑到还没为上港在中超拿过冠军,所以他就没有选择离队。 在上一轮的天王山战役中,上海上港客场5比4站上广州恒达,以5分的优势力压恒达继续领跑中超级分榜。 在联赛还剩下两轮的情况下,上港夺得本赛季如超冠军,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 如果上港最终如愿夺冠,作为上港头号射手,的吴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。 与此同时,上港夺冠也将帮助吴磊,弥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以待遗憾,率领上港夺冠之后,吴磊很有可能会选择更高的平台。 而欧洲临赛就是最好的去向,希望未来吴磊能够登陆欧洲临赛,并像王双这样,向世界展现中国足球的能量,相关更多,更全,更快足球资金,请在各大市场,下载全球体育APP。